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9日 星期一 先數一數日子 12月份剩下的假月天 不計今天在內只有7天 聖誕假放回來之後 下星期三已經是今個月期子轉倉的高峰日 下星期四就是今個月期子結算日 當然下星期五就是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也是今年度的連結 所以基本上很淡的角力 應該是由明天星期二到星期五 但問題是 事實上整個大市已經在六個星期之內 升了不少 所以在聖誕價前 我不覺得會有太亮麗的走勢 讓我看得到 先看市數 恆子早市先是輕輕高開22點 到19,472點 之後有一陣的升勢出來 曾經一度見過19,786點 但沒有法治再退場 因為買盤不夠 而且零碎沽壓再滲滲滲滲滲滲 結果指數曾經一度輾轉反覆 去到下午三點左右 一度是低見19,272點 簡單說指數暫時來說 在十天線之間反覆穿梭 十天線現在大概在19,449點 可以這樣說 如果指數暫時在十天線之間反覆穿梭 其實問題不大 因為由上星期開始 成交降壓已經是一步一步減少 於是大市根本沒有動力 也沒有足夠的推升能力 作進一步的沉頂 好了 經過了六個星期 累積的升幅有5,329點之後 市進入了消化 其實是很正常的 但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今年的市場最高是2月10日的25,050 一路跌到10月31日的低位 14,597 全年的指數是跌了10,453點 好了 由14,597點開始的反彈 去到今個月9日的高位 19,926點 六個星期之內 指數是升回5,329點 即是大市已經反彈了 今年跌幅的一半以上 按照這樣看 基金經理應該都受課 當然知道 去到連結的時間 基金一定是希望 其下的投資組合的表現 不要跑輸大市 期間來說 有沒有想過 如果大市是反復大遠的話 對它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因為就算你反復 回到去都是幾百點 多一點的拉上拉下 沒有太大的意思 但相反來說 如果指數衝高 又不同說法 它們是落於投資組合裡 投資的表現 是稍為好一點 所以基金會暫時靜觀其變 不會採取太大的動作 況且雖然內地的動態清零政策 已經改變了 已經開始復償了 但只是北京的疫情都很緊張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算你說內需 消費要推動 我想民間是會稍為保守的 最低限度大家都不樂意出去 怕待會染到病毒 所以一些餐飲、零售、休閒、消費、娛樂 以至交通暫時來說 都可能短期會受制 不過當然不知 中期來說 我們不應該看得太淡 但短期來說 的確不會帶來太大的刺激 面對市況 可能會發展到沒有波幅 而沒有升幅的投資者 當然是靜觀其變 況且聖誕都近 Merry Christmas 基金經理都放假 不應該有太多的動作 大家好 今天是十二月十九 星期一 十二月份信下的交易天 真的是不多了 下個星期三 已經是這個棋子轉倉的高峰期 而下個星期四 就是這個棋子結算 由於下個星期二跟星期一 是放假 所以變成來說 這個月信下的交易天 雖然說還是有七天 可是真正的交易 其實來說只有幾天而已 先看看今天的股市的平放 早段行政指數 先輕輕的高開二十二點 到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二點 其後曾經一度上升到 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點 當然由於成交真的不多 而且買盤也比較保守 結果整個股市就開啟 一點一點的反伏 到下午三點左右 指數已經曾經一度低限一萬九千兩百七十二點 所以變成來說 整個股市還是仿佛而不明 值得一提的就是十天線 現在大概在一萬九千四百四十九點 當然 現在這一分鐘指數已經是第三天 反复在十天線以下 可是我覺得股市就算是 反复在十天線以下 只是代表整個股市 暫時是沒有辦法 再進一步往上推而已 看起來怎麼樣大跌 好像暫時來說也不會出現 不要忘記 十月份是今年最後的一個月份 也有連結的這個因素 造成不少的基金金利 在整個十月份 都是有一個佈取的目的 當然希望其他的資金表現出來 表現還是不錯 變成來說 我覺得從指數從那個十月三十一號的低位 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七點的反彈 到這個九號的高位 一萬九千九百二十六點 已經回升了 反彈了五千三百二十九點 我們再退後一點看去看 今年全年的低位是二月十號的兩萬五千零五十點 一直跌到十月三十一號的低位 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七點 等於說指數早前曾經一度是大幅度回調一千零四百五十三點 好了 從低位的反彈已經回升了五千三百二十九點 那等於說已經反彈了今年跌幅的一半 單單從一個反彈的走勢來看 其實已經是不算少的了 加上現在到月底 其實來說信家交易天 包括今天在內只有七天而已 我想資金經理也不會做太多的動作 尤其是聖誕節快到了 不曉得資金經理已經放假 所以股市不管是怎麼樣稍微上升也好 怎麼樣反復稍微下跌也好 其實來說都是在幾百點的幅度裡面而已 暫時來說看得太好我覺得不是時候 當然好像也不能夠看得太淡 一萬九千四百四十九點 這個學電視一旦是熟的話 下一個技術上的支持應該是一萬九千點左右水平 暫時來說我覺得還是在一萬九千點以上 進行一個反復而整顧比較明快的部分 我想怎麼樣都要等到明年一月份 左右時間我們才看到 還有內地的疫情也比較緊張 尤其是北京 所以看到A股最近的走勢還是比較差 像今天來說已經回到了六十多點 看起來現在只能抱著觀望的態度 也不要抱著今天買明天可以有錢賺的心態 股市本來就是有波幅而沒有身負 看起來慢慢會發展成為沒有波幅 也沒有上升的幅度 並且來說觀望是最好的作法 好了 今天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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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問一下 午後 我們請文書 請問一下 今次的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